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 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欢迎你收听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 为你制作的云彩飞扬 我是你的好朋友英如 很高兴在空中和你相会 盼望让我们透过一个真实改变的生命故事 听听别人的故事 也想想自己的生命 一个人要怎么活 才能够活得健全健康呢 有人就说需要有好的人际关系 有好的家庭 要多运动 要健康饮食 凡事呢 往正面想 就会活得很健全 可是我发现哦 除此之外 人还有一个最大的需要 只有当这个需要被满足 我们才会找到 真正活下去的力量和勇气 可以跨越困难 可以活出快乐又幸福的人生 这个最大的需要呢 就是知道自己的存在 和自己的生命 是很有价值的 不知道我们是否有这样的自觉呢 你觉得自己重要很宝贵吗 还是有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像天梯间的一粒灰尘 可有可无 即使消失不见 也不会有人在意呢 或者是呢 有时候你也会对镜子中的自己喊话 加油打气 可是这股自信很快又消失呢 今天我为你邀请到的这位特别来宾 黄淑芬 她是台北哈利路亚家教会的一位师母 几年前她辞去了工作 成为了全职传道人 她和丈夫开放家庭 成立小组 关怀帮助很多人 我认识淑芬师母的时候 很快就被她在台上 在人前侃侃而谈的那种自信的风采吸引住 也被她在言谈之间流露出来的爱和关怀 那份温暖所吸引 直到后来我才知道 原来从前的淑芬师母 她是一个很不快乐 又非常没有自信的人 她常常觉得自己呢 就是家里面那个最不被看中的 最不被接纳的孩子 又因为自己身体不好 科业不佳 自我价值感相当低落 可是这位曾经活在自卑光景当中的淑芬师母 她现在的生命却完全不一样了 她的生命究竟是怎么改变的呢 今天淑芬师母就要来跟我们分享 她有一段很特别的经历 这个经历帮助她重新认识自己 成功地走出自卑感 活出真正有光彩的生命 亲爱的朋友 无论你现在处在什么样的生命光景 都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黄淑芬师母的故事 想想自己的生命哦 让我们一起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 黄淑芬师母 淑芬姐欢迎你 谢谢音儒 我是淑芬 淑芬姐我今天很开心 可以邀请你到云彩飞扬分享你的故事 上一次呢是邀请到您的丈夫 徐郭峰牧师来到节目当中 哇分享到她的生命怎么样出死入生哦 那么今天来谈谈师母您的故事 好的 我是从小就是在一个农村乡下长大 然后呢我有哥哥姐姐弟弟妹妹 那我自己是在中间 然后呢生性呢就是爱哭胆怯 那身体比较虚弱 我觉得我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我是一个非常没有自信 而且我觉得我没有存在感 我觉得这世界有我也没什么感觉 缺了我好像也不会怎么样 我觉得我现在很难想象 因为您现在是一个师母 而且又要到处去关怀别人 要探访 直到说您跟国风哥还开放家庭 来接待别人帮助别人 很难想象原来在童年时候的师母 是一个对自己没有什么信心的人 是是完全没有信心 因为成绩也不好 身体也不好 也不被爸爸妈妈看中 那从小也是看着爸爸妈妈 还有家里的姑姑阿姨叔叔 这些所有的亲属都是吵来吵去的 自己从小生命就有一些的绝望跟无助 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去表达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里面 都有一份隐藏在里面的爱 只是那个环境并没有 把我们里面的爱给引发出来 因为我们没有被爱的时候 我们会对爱有种陌生感 然后渐渐的在成长过程中 也发现在人际关系上也不能满足 然后呢 我刚刚有讲我科业也不是很好 身体也不是很好 自己会常常处在一种害怕 但是我不会把它表达出来 我就觉得里面是一个没有 就是没有价值感的人生 那淑芬姐 在你小的时候 父母当时候的关系是怎么样 因为您刚刚说 常常会看到他们争吵 父母的争吵 为什么会引发你里面 有个感受就是 我好像是不被他们接纳的呢 因为啊 在我在国小的时候 那我记得有一次我爸妈妈 他们吵得很凶 那他们吵得很凶呢 也不是第一次说要离婚 但是那一次就是在我们家的客厅啊 那我们小孩子 爸妈妈都吵起来 我们小孩子躲到房间去 我刚刚说过 我有哥哥姐姐弟弟妹妹 我是中间 所以我们就五个兄弟姐妹 都躲到房间里面去 然后就隔着那个墙 在听爸爸妈妈吵什么 吵到那个很激烈的结局 就是要离婚 我爸就说 那我要两个大的 我哥哥姐姐啊 他们功课很好 又听话 那我妈妈就说 那我要两个小的 就是我弟弟妹妹啊 因为我妹妹其实长得很可爱 弟弟又是最小的儿子 又是被看重 传统的家庭还是重男轻女 那我夹在中间又是个女生 那当下我就觉得 好啊 那爸爸要哥哥姐姐 妈妈要弟弟妹妹 那我呢 我算什么 那我里面就有个声音就是 我是没人要 所以那个时候 很无奈也很无助 觉得自己有种被弃绝的感觉 后来我们小孩子在 在房间里面听 我姐就说 那你跟我们嘛 你跟我们一组 我妹妹也说 啊 二姐 不然你跟我们嘛 好 我们不要分开嘛 至少 那当时我的心里面 马上就有一个 反应是非常直觉的 我就告诉我的哥哥姐弟妹 说 我不要我不要跟你们谁在一起 所以我就发现 里面原来我也隐藏了一种 气绝人的那个心 在里面 那这个都不是我愿意这样 因为你处在那个环境当中 又是一个很无助很孤单的光景 虽然爸爸妈妈后来也没有离婚 然后哥哥姐姐弟弟妹妹 我们也都生活在一起 可是我就是始终里面觉得 我里面那个孤单感是 没有人可以了解的 也没有人可以安慰我 而且感觉好像情感上 已经产生了一些隔阂 对 有些个裂痕 但是又不知道怎么样去修补它 您刚才有谈到 不只是在情感上面出了一些问题 还包括说您的身体 你曾经因为跑步 是你这样出血啊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情况 怎么会这样 是啊 因为我这个 渐渐成长的过程 我才发现 其实我是身体没有大的毛病 像我先生他是得癌症 然后他的从小身体很健康 后来他得了癌症 他才转向回到这个上帝的面前 那我呢 我是在也是一个传统的家庭 可是我慢慢成长过程 我就发现 怎么我的体力这么差 然后我怎么从小就是这么怕冷 身体怎么会虚弱 人家没生病 怎么我就常常在感冒生病 我很害怕上体育课 其实这是一个原因 我实在是跑不动 小时候都要大堆接力啊 那我就跟老师说 老师我没有办法 可是我又没有明显的证据 说我有什么大病啊 那老师说 那你不可以啊 大家都跑 你怎么可以不跑 然后我也跟老师说 我跑不动 而且我会很不舒服 那老师就还是要求 因为这是一个考试 就跑啦 我就硬着逃避开始跑 结果我就跑跑跑跑 也不知道那三圈怎么跑完 到底有没有跑完 大概就创下金氏世界纪录吧 跑得最慢的一个 全班都已经在那边等我等很久 才跑回原点 跑完之后 过了一个礼拜 我就身体非常非常疲惫 然后有一天早上醒来 我妈妈就说 你怎么全身都水肿 我说有吗 我自己没感觉 妈妈说不对 你全身都肿起来 她就带我去看医生 看了医生之后 医生之后就是肾脏初雪 必须要住院 那时候我小学 大概五年级吧 住院一个礼拜 每天都是打点滴 然后治疗 然后吃药 但是自从我这个肾脏初雪 住院恢复了之后 我就好开心的一件事情是 我不用上体育课 好像得到一个豁免权 我就觉得我得救了 不用上体育课好开心 那就这样到了国中 因为课业压力 那我觉得这样的身体 对我来讲很辛苦 所以我后来成绩也不是太好 那我就考上了高职 就读了这个高雄的市立的高职 那读了高职这三年 我觉得稍微功课压力 没有那么重 但是体力也是一个负担 我常常在上课的时候 就是头痛啊 这里痛啊 那里痛 头痛到我精神没办法 集中我就要趴下来睡觉 然后回到家就告诉我妈妈说 你赶快带我去检查 到底怎么的 我怎么人家都好好 就我一天到晚在头痛 那我就怀疑自己 是不是得了什么脑瘤啊 什么的 那可是每一个医生检查 都是没事啊 该照的都照的都没事 然后医生还跟我说 你是不是就是压力太大了 我心里想我有什么压力 我应该功课 不是重到那个程度嘛 那我也是按部就班的在上学 高职的压力 不是像高中那么大的 这三年毕业之后呢 其实我也很奇妙的 我这个傻傻的女孩子 就这样读读读 我居然还可以拿到市长奖第一名 毕业 其实我后来知道 我自己在想 我觉得这个原因 就是因为我同学 他们都不爱读书 那我只是下课 找几个同学 留下来多读一个小时 没想到我就一直在前三名 后来就参加保送 保送之后就去读了专科 那进了二专呢 读书 读了两年 因为我读的是工科 土木工程科 为什么会选那个土木工程科 其实我也很想学美术 我也很想学这个商科 因为我的心愿就是以后 这个毕业以后 我就相夫教子 我干嘛去读那个科呢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我的成绩 我都报不上那些科目 我最后报到的就是建筑科 我总是至少要读到一个专科毕业 那读了在高职的时候 就读了三年的建筑科 然后呢 也从来都没有碰过那些 什么家政都没有 台湾的教育就是这样嘛 除非你转科 不然你就是朝着本科去走了 到了专科呢 就被保送到土木工程 读了两年 就在几乎都是男生的环境里面长大 当时我们班六十几个 六十几个同学 然后呢大概就只有六个女生 这个母猪赛流产 我们就好像被当做帮助的宝一样 结果进去没多久 就交着男朋友 就是很单纯嘛 我也是一个乡下的孩子 平生第一次谈恋爱 结果呢毕业以后就失恋了 不是我不要人家 是他去当兵就跑掉了 也不再跟我联络 哇那我这个单纯的 的这个感情就这样受伤 所以从专科毕业之后 我就回到高雄我的家乡 然后我也就开始找工作 很顺利的就找到了这个设计的工作 我就开始在职场上一直工作 就到二十几年 我都一直在做这个设计方面的工作 那一直到前几年我才退下来 那我在这个一边工作 一边其实是带着感情的创伤 实在是你 不是你不想改变 是你没有能力可以改变啊 那种谈过恋爱 然后你已经好像是自己 把自己给了另外一个人的 那个感情 突然间这个人就不理你的 那种创伤 其实是很难很难的 那还好那一段时间呢 我就开始工作 然后过了一年之后 我姐姐 我姐姐她要出国去读书 那当时她有个好朋友 常常来我们家 很可爱的一个女孩子 我姐要读书就跟她说 我要读书了 你好好照顾一下我妹妹吧 因为我那时候就是不快乐不开心 在这种状况之下 怎么会开心呢 我觉得我从小到大 好像就没有那么开怀的可以笑过 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 值得我快乐 好像都是比较悲伤的事情 那后来那个同学 她果然就 我姐姐一出国 她就开始跟我 密集的关心我 每一个礼拜打电话给我 甚至来到我工作的地方 下了班之后陪我 我们就到西子湾 我们就去看电影 然后她就是陪我谈心 我觉得在当时对我来讲 实在是一个很 很棒的一个姐姐 然后很棒的一个朋友 我发现我的心灵 有一个可以倾诉的对象 然后有一个陪伴的人 我慢慢慢慢的 就发现我不那么孤单 半年以后 她就邀请我 到一个家庭里面 去参加一个小组聚会 去了 我才知道那是一个基督徒的聚会 在一个家庭里面 我去了之后 大概就十几个人 所以我也不会觉得太忐忑不安 那去第一次 他们在唱歌 他们在说什么 我已经全部都忘记了 我也说不上来那个感觉 可是我从那一天开始 我一回到家 我一回到我的工作的职场之后呢 我发现每个礼拜二 我就在等她电话 等她打电话给我 说阿芬啊 你要不要再跟我去 去那个地方聚会 慢慢我就发现 我都在等她的电话 然后只要她一打来问我 我马上就说好 然后我下班就跟她去 那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 我觉得我的生命慢慢在改变 是 哇 淑芬姐 所以当她邀请你去教会的时候 你就很单纯的愿意接受 跟她去教会 对 我当时不知道那是教会 可是您后来还是很稳定的参加了 而且您是抱持一个很期待的心情 你想要去教会 跟大家一起聚会 你觉得为什么你这么期待 这个聚会当中什么力量 或是你看见了什么很吸引你 你很想要再去 对 英如你真是问到重点了 我为什么会一直去 就是我说不上来 但是我后来 我才知道那个就是要叫做爱 其实那个就是我从成长 我刚刚讲那么长 我成长的过程里面 我没有体会到的那一份那么真实的爱 然后它就是神的爱 然后呢 还有神的话 真理 透过这些旁边的这些弟兄姐妹 他们来爱我 把我引导到这样的一个氛围里面 然后引导到神的话 引导到诗歌里面 我的心就打开 慢慢的我一次一次的来接受了这份爱 然后这个爱在我里面产生了一个 它就产生了一个很美的变化 然后我就把我的心打开 接受它之后 我发现我的心跟神的爱连接在一起 然后我就发现 我去了三个月 发现我突然好像回过头来 看不到以前的我那个悲伤 看不到以前的那个愁苦的黄淑芬了 然后又再过了三个月半年 我又发现好像上帝又带着我一回头 我发现我又更不一样 而且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真的可以哭 我真的可以笑 我发现那个已经就是一种 情绪你得了医治了 然后你的情感慢慢变得健康了 然后呢 我那时候上班嘛 我就骑着车 然后我就发现 我以前唱的都是那种很悲哀的情歌 越唱越悲哀 越唱越难过 我骑着摩托车 我记得那高雄市的中华一路 我只要下班骑车回家 我就戴上安全帽就开始 唱那些那个很悲哀的情歌 可是在那个光景我就喜欢唱那些歌 然后我只要看到我前面有个男的 再一个女的 然后抱在一起 我就会很生气 甚至我其实我个性是很温和 可是当下我就会觉得 很想把它撞下去 当然我没有撞下去了 那是当时的心情 那后来呢 当我去了教会之后 过了大概几个月半年 我发现我开始会唱很多诗歌 然后我就开始去买了很多诗歌来听 回来一直听 一直听一直听 回到家我就一直听诗歌 然后呢 我骑着摩托车的时候 我就开始 发现我开始不再唱那些悲哀的情歌 我开始唱的就是 好像这些诗歌变成 我跟上帝之间的情歌 是 对 这个改编好大 我觉得夜情淑芬姐 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因为我相信 为什么您在很伤痛的时候 你会想要唱悲伤的情歌 是因为有点自舔伤口 但是后来你决定不要再听那些了 你决定去听诗歌 你觉得当我们在一个困境的里面 诗歌带给你什么样的力量 安慰 还有诗歌的内容 跟一般的流行歌曲 有什么不一样呢 其实现在的诗歌都很贴近人性嘛 那我也唱一些比较传统的诗歌 像《你真伟大》 《奇异恩典》 《耶稣恩友》 其实这些歌都很简单很好唱 刚开始第一次唱 可能你并不会觉得它特别的好听或什么 可是当你知道你一边唱 这些歌词好像会跳出来跟你说话 透过这些诗歌 其实这些诗歌都基督徒做的嘛 有感恩的啦 有这个赞美的啦 有励志的啦 还有好多好多嘛 不同类型的诗歌 都是很积极正面带着神的话 还有我记得 还有一首歌叫做 《有人在为你祷告》 哇你唱这些诗歌的时候 你就会想到 真的有人在为你祷告你就好感动哦 因为我是生长在一个大家庭 这种话语都是带着负面 话语都甚至是脏话 然后甚至就是 哎呀生你干嘛 你多余的 你这个心啊 什么都是这种话嘛 那种话听久了一个人 当然他是负面消极 然后听见诗歌完全不一样 而且那个 为什么我当时要唱那些 那么悲哀的歌 因为我没有办法去唱快乐的歌 我唱不出来 当然以前也有很多很好的歌 像什么快乐天堂 那些我都很爱啊 我也会一边唱一边励志 可是励志完了 还是没有能力改变 但是我发现 我唱了诗歌之后 我生命不一样 因为你从诗歌可以体会到 上帝那个细腻的爱 所以你越唱 灵里面会越被神的爱充满 灵里就会越打开 是在很伤心的时候 听那些伤感的情歌 他就是告诉你 你就是很孤单 可是诗歌让我们知道 我们不是孤单的 对像你唱你爱永不变 哇你唱这些诗歌 都是上帝跟我们之间的情歌 而且上帝就是我们最好的 某个角度 他是我们最好的恋人 而且他不会像男朋友一样丢弃你 是神的爱是永远不改变的 但是要怎么样 在那个光景的里面 你后来慢慢一点一滴的体会到说 神所给你的爱是永不动摇的 甚至到他医治了你 让你可以放下过往的伤痛呢 对其实我信主没多久 很早我就很快的发现 神的爱不离不弃 我发现他能够让我 能够一直持续的去聚会 这个不是靠我的意志力 这个是因为他的爱不断的吸引我 我过去是被那个男女的感情吸引 但是我现在被神的爱吸引 然后我发现他在我里面是一个能力 他在我里面是一个医治 我真的经历这一些 然后他让我悲伤的时间越来越短 虽然其实我这段感情 说实在就是让我真正的 从毕业以后分手之后 让我差不多前前后后痛苦了将近十年 我从失恋以后 我就不接受任何一段感情 可是我从失恋以后一年 我就进入教会了 那所以你知道为什么 你刚刚英如你说 我怎么能感受到 这十年来我没有离开 神圣也没有离弃我 然后他可以这么有耐性的 用十年的时间来医治我的感情 我怎么可能去否定他的爱 而且其实在这十年当中 真的我没有长得很漂亮 可是我知道上帝医治我之后 我知道他把我里面的好的特质 都给带出来了 我从小就是 当然我是比较负面消极 不与人争 但是我觉得我信主之后 他变成一个好的特质 就是我里面被神的爱折服之后 我有份温柔 而且我觉得我可以去跟人家 同理心 我可以成为一个倾听的人 这些都变成好的特质了 然后呢 我以前没有的 他也给我了 比如说我以前 就是比较消极负面 这世界有我没有都无所谓 我觉得我 我只要顾好我自己 天塌下来跟我无关 我自己顾好我自己 就应该是很感恩的 把谢天谢地了 可是呢 当我信主之后 我发现我不只顾好自己 居然我在陪伴人的时候 那个人 他的生命也能够改变 所以我知道 上帝真的恢复我里面的 他起初创造我的时候 就已经要给我的那些特质 我觉得我非常非常的感恩 然后至于这个感情 为什么我十年 不能够接受任何一个男生呢 其实追我的也大部分 都是我在教会认识的弟兄 但是当他们对我表白的时候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 上帝给我一个保护色吧 因为我就是专心的爱他 我觉得上帝这么好 我才不要花时间 去跟你们谈恋爱 浪费时间 我用我所有的 除了上班 除了家庭之外 所有的精神 我都放在这个信仰里头 因为我追求认识 我就是竭力的追求 我想认识他 我渴慕他的话 我希望我更多的 对能够生命改变 是是 其实我就想到说 很多的人要靠着 这个外在的改变 来建立自己的自信心 或者是说让别人注意到我 可是当我们的生命 被上帝改变的时候 神的爱跟神的谦卑 柔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被彰显出来的时候 那个是最吸引人的 所以我真的相信 淑芬姐 您在教会当中 真的是吸引了很多 弟兄们的注目 想要追求你 有七个八个 真的是很多 但是因为你刚才也谈到 那个时候你想要 认真的来追求上帝 更多的认识他 经历他 就没有把你的焦点 放在这些弟兄的追求 那么之后又怎么样 遇到国风牧师 能够建立幸福美满的家庭呢 上帝赐给了 淑芬姐 有这样一个信心 能够嫁给一个 经历过 癌症的一位弟兄呢 聆听一段音乐 待会继续来分享 黄淑芬师母的生命故事 像妈妈重变成了蝴蝶 她是我生命里面 吸引我勇敢 勇敢破坚而出 不再隐藏我自己 从前对自己没有信息 需要别人来肯定 现在我每一天海阔天空 活在天赋的爱里 她比爱抵持我的心 使我能接纳我自己 开我眼睛 使我看见 生命收藏的美丽 拼拼散散也没关系 生命有爱就有意义 猫猫重变成了蝴蝶 她是我生命美丽 她是我生命美丽 小猫猫重变成了蝴蝶 小猫猫重变成了蝴蝶 她是我生命美丽 吸引我勇敢 勇敢破坚而出 不再隐藏我自己 从前对自己没有信息 需要别人来肯定 现在我每一天海阔天空 活在天赋的爱里 她的爱抵持我的心 使我能接纳我自己 开我眼睛 使我看见 生命收藏的美丽 拼拼散散也没关系 生命有爱就有意义 猫猫重变成了蝴蝶 她是我生命美丽 她的爱抵持我的心 使我能接纳我自己 开我眼睛 开我眼睛 使我看见 生命收藏的美丽 拼散散散也没关系 生命有爱就有意义 猫猫重变成了蝴蝶 她是我生命美丽 她是我生命 美丽 美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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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台湾救命之声广播中心 为你制作的鸢彩飞扬 我是你的好朋友英如 我们要继续来分享 黄淑芬师母的生命故事 从前您说你是很容易负面思想的 而且认为自己好像没有什么人爱你 所以里面我想那是一个怨气哦 在这个心头 是 可是神却能够使你活出那个自信 是不是能够请书分师母 跟我们谈谈这个部分 神怎么样帮助你 生命改变之后 你一看事情 看人的这个眼光会不一样 比如说以前会觉得说 哎呀工作好压力好大哦 烦死了 出门呢下雨天烦死了 太阳太大也可以抱怨 就是一个人如果是里面充满的抱怨哦 实在说不出什么感恩的话 但是里面被那个爱充满之后 那就好像好像被洗干净的那种感觉哦 就好像一个人洗过澡 好舒服哦 那我觉得赞美就是这样子的 我开始会觉得说 不管我今天我骑着摩托车上班出门 阴天下雨天 哎不一样哎真的 我就好好的穿起雨衣 把它穿好安全帽戴上 感谢上帝我要出门了 我就这样骑着摩托车就出门了 雨天我就可以欣赏雨天 心境真的改变 然后你的环境没有变 可是你出来的话语跟那个笑容都不一样 去到那个小组之后 那有个姐姐就带着我们每个礼拜就是查经 好我们有小组聚会小组聚会时间 就是唱诗歌敬拜有信息啊 但是我们另外还有一天呢 我们就是大家就来查经 我们就围着一个桌子 然后就带着我们读圣经 嘿我发现神的话 越读越有味道 越读越有力量 哇那这整本圣经里面 这么大一本 我是不是应该要把它读完呢 应该要花时间去读呢 所以我就开始我们把查经的进度 我都把一个礼拜的这个进度 就是一小段这样子 但我们是很细的查 那这一小段呢 我就把它抄下来 贴在我的机车的那个仪表板 骑车的时候呢 当然要看着马路 骑车就要好好的骑车 但是只要一停红灯 嘿我就低着头看着我的 我的仪表板的神的话 一句一句的 绿灯了我就开始背 我就我就反复的背反复的背 就这样我也可以把一卷书 全部都背完呢 很奇妙的是 当我在背这些神的话的时候 他就进到我的里面 真的带着能力 他就在改变我的生命 比如说在查经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读圣经里面有一卷书 很短 保罗写的 以福所书 那我们就一节一节的查哦 然后呢查到一句 叫做神在创立世界以前 就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 使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 尤其是前面那一句 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哦 到底多久没有人知道啊 可是他就在那个时候 在基督里拣选我们 所以我后来受洗的时候 我的牧者写给我的一句话 刚好跟这个呼应 那句话是耶稣说的 他说不是你们拣选我 是我拣选了你们 然后分派你们去结果子 哦原来我们的逻辑是我们去找神 可是神呢却不是这样的 是他来找我们 因为如果我们去找神 我们不一定会找得到神 因为我们可能找到 是一个宗教 但是如果今天是爱我们 创造我们的神 是他来找我们 那就不会错了 所以我读到这一段话之后 非常的感动 而且从此以后 我就更加的坚定 来一路的跟随主 25年了 我从来没有停止过聚会 因为神的爱太大了 这么好的爱我不忍心离开他的 所以我就是不管遇到什么艰难 或是结婚或是生子 或是甚至家人反对 都从来没有停止过一个聚会 在教会里面这个服饰嘛 就是敬拜团气了 或是种种然后聚会 然后我发现我的生命 好像有了更多的这个用处 叫做恩赐 就是上帝给你的这个特质 好像又更能够张写出来 对别人有帮助 然后自己也很满足在其中 我后来怎么认识我现在的先生呢 其实我们认识在家教会 应该会有差不多一两年的时间 但是我们两个是两条平行线 因为我是还没有心思 放在这个所谓的恋爱或是婚姻 可是我那个时候 已经快要30岁了 我就开始也把这个婚姻 带入我的祷告当中 然后我就跟神说 我要一个敬畏你的丈夫 我不要一个只是信耶稣的丈夫 因为我觉得这个男人 如果他只是信耶稣是不够的 他必须要敬畏神 因为男人在面对这个社会 他们会有很多的试探 情欲的金钱的各方面的试探都会有 但是如果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如果他走错了 上帝会把他带回来 上帝光照他 他会愿意接受上帝的光照他 他愿意悔改 所以我就第一个条件 我的祷告的第一个条件就是 我需要一个敬畏你的丈夫 我用信心把我的婚姻交托给神 那我们从两条平行线 就没有任何交集啊 就大概这样一两年吧大概 他这个后来癌症 他也是被主医治 牧师问他你接下来想做什么 他说我想要结婚 那日久见人心 因为有在教会里面一起的服侍 才会能够去认识一个人 后来我跟他的约会都是什么 不是安排去约会 我们都是聚完会 我们聚完会 我们就到国父纪念馆散步走去走回来 这就是我们的约会 然后我们就谈谈我们 今天聚会我们有什么领受 然后慢慢的就发现说 能够越来越认识彼此 你才能够把你的未来交托给这个人 他也才知道 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他要娶的人 之后我们去了中国大陆宣教 回来我们真的就打开心去谈 所以其实我跟我的丈夫 我们不是轰轰烈烈的恋爱来的 因为我们是进入一个教会 我们有共同的方向 所以我们就能够心灵相通了 不是用很多的外在去相通 而是用神的话跟神的灵我们能够相通 所以我们就决定开始交往 半年我们就在弟兄姐妹跟牧师的祝福之下 我们就结婚了 一直到现在我们结婚15年 我从来没有一天把他当作 他是一个癌症病人 我知道他得过癌症 我也看过他做化疗之后的那个情况 可是上帝保守我的心 我从来没有把他当作是一个癌症病人 因为他根本身体比我好 比较像病人的是我 当初国风就是他是一个癌症病人 我是先天体弱 他跟牧师说怎么办 这样能生孩子吗 那我们两个人就是很单纯 因为牧师说上帝做事不会做一半 你要用信心去生孩子 我们就祷告主 结果结婚后三个月我就怀孕 到现在这孩子已经国二了 健健康康的 一样在教会里面 我觉得我真的是非常的感谢主 上帝真的是完全给了我一个全新的生命 因为上帝的手 他介入到我的生命中 他改变了我的计划 他的计划更好 就是神的意念道路更高过我们 他就给了我一个完整的家庭 那我从信主 我就是被带到一个家庭的聚会里面去的 是一个医生的家 在家里聚会 所以我其实从小 我也是一个可慕家庭的爱 所以当牧师把这个家庭 家的这个真理分享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我很受感动 然后牧师一呼召 愿意将来把你的家庭开放的 那个时候还没结婚 可以举手 我就举手 牧师说那请你站起来 那我就站起来 那牧师就为我们祝福祷告 我就记得 这个祷告跟那个画面 虽然已经十几年 他还是 那个画面还是在我的脑海里 后来我们 我跟国风结婚之后 就两个人有一样的心思 所以我们就愿意 回应上帝的爱 因为我们是在家的爱里面被建造起来 从结婚的第一个礼拜 那个礼拜我们就开始开放家庭了 然后国风就去买菜 我就下班回来 我们就一起做饭 让弟兄姐妹到家里来 我们就唱诗歌聚会 一开始从我们两个夫妻 然后再加上一个两个三个 慢慢就变成突破各位数 到了十多个弟兄姐妹 到我们的家里聚会 然后我们呢 开始就陪伴牧养他们 慢慢的 我们也带着我们弟兄姐妹 去到弟兄姐妹的家里 为他们的家祝福 有聚会 所以就从一个家庭 两个家庭 三个家庭 这样一直一直的 把小组更多的建立起来 那这些陪伴的过程呢 其实就是让我们自己 也在这个牧养人的里面 其实自己也得到弟兄姐妹的爱 他们也因为我们的爱 他们也就跟主更亲近 更认定说 我们就是一个超越血缘的家人 当然是会有很多挑战 不过也有很多的满足喜乐 在当中 我想这个陪伴牧养的挑战 第一个是我自己的生命 因为我虽然信主 那个时候已经信主快要十年 可是呢 我的个性有很多需要突破 我去教会 我去唱诗歌 我去听讲道 我信主 这个过程是 让自己的灵力强壮起来 可是 当我开始要出去陪伴人的时候 你就发现 人跟人之间 要建立关系 有时候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 那么容易 当你对一个人付出爱 但他却不见得信任你 或者是对你能够真的敞开心 这每个人也有他的原生家庭跟背景 对我自己来讲 除了我刚刚讲的那些之外 体力是我的一个挑战 因为我也一直都在上班工作 工作本身白天已经是非常的繁忙 我结婚三个月之后 我们就怀孕了 十个月后孩子就出生了 出生之后 白天工作加上晚上还要自己带孩子 考验就更大咯 有了家庭小组 夫妻两个人 就是我们会对我们要关心的这个人 我们有不一样的看法 我觉得应该怎样怎样 可是我的丈夫觉得应该怎样怎样怎样 所以我们两个人其实个性不同 我们还要面对我们对牧养的人 我们的意见不一样 有时候甚至会吵起架来 有时候甚至就会冷战 可是你又不能把这个小组关起来啊 因为你已经说你要回应神的爱 把它开放的家庭 怎么可以因为这样就随便关起来 所以真的过程中有好多里里外外的忍耐跟煎熬 那还要为这些我们陪伴牧养的人 也有很多的担待 包括他们可能有人是在最后的生活当中 有些人他是很需要很需要你的爱 所以这些过程对我们来讲都是是非常的熬炼 但是我们愿意去面对的时候 我们就经历到上帝他加添给我们力量 但另外一方面当我们在面对这些之后 我就发现真的我自己的生命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在改变 我愿意一次又一次的来到神的面前 受尽了所有的羞辱 这就是神的爱 其实人里面每一个人都有爱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上帝爱的创造 但我们在我们的成长背景当中 这个爱已经不完全也不完整 因为人离开神里面就是空虚的 每一个人都一样 里面的虚空即便他是孩子经常只出生的 他里面还是有一份虚空 那我一直没有办法在这个爱里面得到满足 从家庭原生家庭没有 从这个学校同学这种关系里面相处的很好不代表有爱 然后我自己要靠着我的好行为去得到一些满足肯定 那个东西也不会持久 然后呢 再来就是我再靠着工作或是夺幸福的婚姻 也是有但还是一样 他不能满足到你心里面最底层的那个需要 因为我们最里面的必须要上帝自己来放在里面的爱 恢复起来我们才会满足的 我很肯定的说这句话 是因为我所碰触包括我自己 到了所有他碰触到神的爱的人 都可以为这件事情做见证 所以当一个人愿意放下自己 然后让神的爱充满的时候 你就知道 哇神的爱不是我们这个有限的小脑袋 用我们的理性 用我们的逻辑 用我们的这个思考可以去分析出来的 就你可以分析出你这个空气中有什么成分 可是你分析不了神的爱 但是耶稣他爱我们 他还可以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力量 所以我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是真的自己里面的虚空啊 无力啊 无奈啊 还有那个自卑啊 是真的从我认识主 然后被神的话语安慰的时候 还有就是在你愿意 开始把这个爱给出去的时候 这个过程 经历到神的爱 是这么尝阔高深 更多的被神的爱折服 我真的是愿意跟着主来活 把自己奉献给主 来做这个牧羊的工作 开放家庭开放了多久了 我们两个人结婚的时候是30岁 那现在我们是46岁 所以就是将近有这个16年的时间 这个过程当中都没有间断过 从来没有 看到很多破碎的家庭 他被神的爱给找回来 神让我们能够去碰触的 也许不是成千上万的人 但是你从你身边能够碰触能够影响 他生命开始跟你有互动的人 他对这一份爱 他愿意接受有感动的人做起 真的是很多很多的神迹歧视 生命改变 这个才是我们最需要的神迹了 我最需要的神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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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我为什么会进入全职 是因为呢 我在这个五年前跟牧师 曾牧师去大陆宣教的时候 那我们那一趟我们去的时候呢 在我们的这个宣教旅程当中 发生了一件这个很震撼我的事情 也是很震撼教会的事情 就是我们的曾牧师呢 他突然就在这个大陆的一个二级城市 就发生了这个心急梗塞 还好那一趟旅程我们有个弟兄 他跟牧师同一个房间 我们师母没有去的 就是他发作的时候呢 大宝马上就 我们在隔壁的房间 他马上来敲我们的门 当时我们五个同工家 牧师六个人 我们就是冲到牧师的房间 看到他整个心急梗塞 发作的过程 那我那个时候能够做的事情 我们同工就是只能够呼天强地的祷告 然后救护车 打电话回台湾给师母 当时我们 我跟我先生其实都还是传道人 然后我有亲眼看到牧师他 发作完毕之后他就断气 因为我从头到尾 我都抱着他的头 一直祷告 然后我拍着他的脸 因为我好怕他就死了 我怎么办 发生那个状况 又在一个不一样的国度里 我们就祷告祷告的时候 然后牧师就在我抱着他 结果他就断气了 包括他也没有呼吸 没有心跳 没有脉搏 那我又怕我搞错 我都去测测测 真的他断气 我都不知道我当时怎么说出这句话 我就说牧师断气 师母在电话的那一头 他听见了 他就更加迫切地祷告 用手机开扩音的 在牧师的耳朵旁边祷告 那救护车的人员都来到那个旁边 我们也只能够继续地祷告主 然后宣告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几分钟 总之前前后后差不多是15分钟的时间 突然之间牧师很大的一个声音 从他里面就 气又回到他的身体里面 他又活过来了 不知道他怎么死 也不知道他怎么又活过来 后来我们当然就是赶快要把牧师送到医院去 那我抱着牧师的头 我就跟牧师说 我们要送你去医院 他说去医院干嘛 因为他根本不知道 那后来我就我就问了他一些问题 我要确定他这个停止呼吸 然后又又又活过来 他的脑袋有没有坏掉 所以我就问他说 牧师我们送你去医院 因为牧师本身是个医生 我就跟他对谈 他居然还他就说好去医院 然后他还会说他要穿这个衣服 他要戴那个帽子 手表戒指要收好 我就发现他脑袋没有坏掉 就是在我生命中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 让我决定从带职走向全职的一个转类 我就真的把我的工作21年的工作 这个从事的这个工作的领域里面退下来 我自己退休 我就进入教会的全职 这个在教会工作怎么也没有比外面还轻松 反而事务性的事情很多 牧养的事情也很多 可是一直到现在 我是觉得越是有挑战 你就越需要神的爱 然后你在这个过程 其实你是可以甘之入义的 在牧养里面 你看到一个人生命改变 那个喜乐满足 但实在不是一般般的价值观可以衡量的 我们小组早期我们结婚的时候 一直在陪伴牧养的一个余伯伯 他是在白色恐怖二八事件里面 他已经被关过13年 而且他家破人亡 因为他从大陆来台湾 他在大陆 他是等于是一个公子 被很多的女佣服侍他长大的 然后他又接触到很多的国外的宣教士 所以很小他就有这个基督的信仰 可是他没有想到他来到台湾 他在台湾又组了一个家庭 又遇到了这个白色恐怖之后 他就被抓去 关了13年 在监狱里面受了很多严酷的刑罚 甚至是全身被脱光光 指甲被拔光 被羞辱 因为这样他基本上是妻离子散 后来他关出来之后 他虽然人出了煎熬 可是他的心还是被关住 这个过程我们为他祷告 他就嚎啕大哭的释放出来 他说我在这个监狱里面被关了13年 我妻离子散 我孤单一个人 今天晚上我才真正的从这个新的牢房里面被释放出来 哭得像个孩子一样哭在我们的面前 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带着他 他就进到我们的教会聚会 进到我们家的小组 关心他 陪伴他 其实他的年纪是我的爸爸 甚至爷爷 可是呢 他却是因为这份超越学院的爱 他真的把我跟国锋 当做他属灵的爸爸妈妈 好单纯的一个老人家 他也是后来 我跟国锋决定要交往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是因为我们从大陆宣教回来之后 当时他心脏开刀 我们就到荣总去看他 看他的时候 他刚好从恢复式推出来 眼睛睁开就看见我们两个人 他就哭了 他就说 哇 要进去开刀的时候 也是我们为他祝福 出来的时候 他眼睛一张开看见我们 就是好像看到 比家人还家人的那份爱 所以从这个陪伴的关怀里头 我看见这个老人家他不再孤单 他把小组里面这些人都当做他的家人 这种超越学院的爱 其实真的在基督里才能够找得到 看见一个人生命的改变 已经不再活在他自己的那个痛苦 不饶恕 哇 我觉得在牧羊里面 有好多好多这样的见证 其实这说不完的太多了 所以为什么体力啦工作啦 这种种的东西都不会拦住我们 因为不仅是神的爱救了我们 我们也亲眼看见神的爱去救了别人 然后我们还可以能够成为超越学院的一家人 还可以一起起来再去祝福更多的人 这个不就是这个社会 这个时代 这个国家需要的吗 神的话把人带到一个有路可走 他就不要去自杀了 甚至还有半夜 我那时候怀着孕 打电话来说 我不活了我不想活了 我要去死了 哎呀我跟我先生两个还出去 然后怀孕半夜一点多两三点接到这个电话 开着车去 坐在他们家的地板 他已经都好像准备要自杀了 在那边喝的快醉 然后一个女孩子感情的挫折 就在这种陪伴的过程的点点滴滴当中 因为我也是这样被陪过来 所以我愿意这样去陪伴人 然后陪伴人的时候发现 哇有这么多超乎你想象的 哇说不完的神的恩典 你就会更爱主 更知道说自己真的服侍主 是救了自己 活着就有盼望 感谢主 好美的一个见证哦 这一路的过程 而且这个改变呢 是从一份爱开始 对 今天云彩飞扬 节目已经要进入尾声了 树芬姐 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听众朋友 一些鼓励的话 听众朋友 我想跟大家来分享 也勉励大家 因为其实人感情的需要是必然的 因为上帝创造我们本来就有爱的需要 可是这个爱呢 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他才不会变质 他才会带给我们有信心 圣经上说神就是爱 他的爱不会因为时空 也不会因为任何的因素而改变 没有任何事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所以我再次的要勉励大家 然后也真的很诚心的告诉每一位听众朋友 你要先打开你的心 让神的爱充满你 让这一份爱可以进到你的家庭 婚姻甚至你的亲子关系里头 你自己满足在这个爱里 那你的另外一半 他也会满足 也会因为你流露出来的爱 带给他信心 带给他力量 尤其是我们是如果是一位母亲 那你是不是更需要这个爱来教养我们的孩子 因为这个爱 他会带给我们一个没有人可以取代的归属感 他也带给我们一个从神而来的完全的价值感 让你知道你的生命是尊贵的 更重要的这个爱呢 他是有能力的 他是一个积极有盼望的能力 圣经上说 爱是永不止息 意思是爱是永不失败 他是一个不失败的爱 那所以我们就回到这个爱的源头里面 然后知取能力 然后不管是我们的感情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婚姻 甚至我们的事业 就必定能够蒙福 是 谢谢黄淑芬师母 今天来到云彩飞扬 谢谢殷如 谢谢你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湾 就用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云彩飞扬 我是你的好朋友 殷如 我今天为你邀请的特别来宾是 黄淑芬师母 在社会学当中有一个理论叫做 静忠之我 意思是说一个人的自我形象 自我价值感 是由他成长过程当中的环境所决定的 如果周围的人经常赞美他 他就会觉得自己很不错 很有价值 可是如果周遭的人经常是批评他的 他就会觉得自己很差 对基督徒来说 这一面反射的镜子 不是周遭的环境 不是这些旁边的人事物 而是上帝 我们的自我形象和自我价值感 应该要从上帝的眼中来看 而不是由别人或环境来决定 因此我们需要改变 以上帝的眼光来接纳自己 按照上帝的教导来改变 来突破自己 并且呢 跟从上帝的真理去追求生命的意义 这才会真正带来自我价值感的提升 而且呢 即使我们对自己有很多的不满意 上帝都已经接纳我们了 我们还有什么资格不接纳自己呢 我真是盼望透过黄淑芬师母的故事 让我们看见自己在上帝的创造里 在上帝的爱里 在他的计划里 是多么的宝贵 多么的有价值 今天的节目内容 我们已经取得了黄淑芬师母的同意 将他的故事纳入 云彩飞扬 福音见证 宣教事工 欢迎你来索取他的故事CD 而如果你想更多的了解基督信仰 明白耶稣的救恩 欢迎你 也鼓励你来参加救恩圣经 寒寿课程 我们有专门的老师来帮助你认识基督信仰 你可以借着寒寿或网路来学习 如果你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寒寿课程 或是索取黄淑芬师母的故事CD 欢迎你跟音儒联络 电话请拨02-2754-1144 02-2754-1144 或传真到02-2755-7822 02-2755-7822 来信请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 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 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 或写给我音如收 英国的音如果的如 也欢迎听众朋友多多的来使用救恩之声的网站 线上收听下载节目 那么如果是使用智慧型手机的朋友 欢迎你在LINE的群组里面呢 点选官方账号 搜寻救恩之声加入成为我们的好友 你就可以每一天非常方便的来收听 我们所制作的节目哦 节目最后感谢圣小梅和我心旋律音乐施工所提供的诗歌 一如在这祝福你成为蒙上帝赐福的人 有真实的喜乐和平安 我们就下一次云彩飞扬空中再相会了 拜拜 我是空骨的回忆 四处寻找我的心 万片溪水和山林 我心依然无处寻 我曾经多彷徨 四周已无安息途 笑声留不住欢乐 眼泪带不走痛苦 我说生命不稀奇 一生叹息归尘土 放弃一切的追求 任凭潮水带我走 我曾经多彷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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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周已无安息途 笑声留不住欢乐 眼泪带不走痛 我曾经多彷徨 有人曾经告诉我 你所正在寻找我 寻找我 你能够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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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手那么有一券 那我心中的快乐 我又见到的海洋 我心静静跟风潮 我心爱要将来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